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岐山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晓得君涛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自我革命 其实还是在重蹈二世纪 许多有为的政治领导人的负责 那就是实际上人类在西方 我们知道现在人类政治现代化 社会也要从西方开始的 在传统社会解体之后 西方就面临建设成一个新的社会 其实那时候各种意识形态 和关于各种理想社会 就在那时就提出来了 那么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就是 就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争论 那时候保守主义面对不是进步主义 它面对是激进主义 因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 都是在宪政这个架构中才开始 那时候是中国整个人类世界 要不要建立一个宪政体 这时候还在进行摸索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 就产生了一大批的这种政治家 兼思想家 他们就认为呢 人类社会可以 这时候有机会 能建立一个美好社会 而建立美好社会呢 之所以没有建立 一是有一些大的利益集团是阻力 二呢 就是因为有人们的普遍比较落后 所以他们需要呢 先建立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 建立起一个专制的体制 然后再用这个专制体制 修理人性 把现实进行大幅度改变 然后进入一个新的社会 那就回头来说 我觉得我为什么习近平在重蹈覆辙呢 其实当时法系自主义 共产主义都是来自于讲学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普世价值 就都认为是在世界上 哪个地方都放置自海而皆准的 自由跟自由民主思想一样 那么这个但是呢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凡是采取这样一个思想 去改变人类现实 最后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就学术界讨论 结果无非两条 一呢 就是你从认知角度来说 你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真理 因为当你提出一个理念 大幅度改变社会 你可能由于 这个就是让波克在 就是英国的保守旅者 跟法国大革命争论着说 他可能传统的机制 有很多微平衡在这个地方 你为了一个理念去动手 你可能就会带出 很多副作用的结果来 所以你看革命 往往给这些投机 这圣评是平常批评最多的 这些东西就是在这革命 可能往往可能不是 给理想主义者带来 相反是给那些野心家 可能边缘人物带来这个 去摧毁整个文明的机会 所以这是呢 这个我们在政治上呢 这个在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 这种革命呢 反复见到这个现象 那么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呢 这个从道义基础上来说 你没有能 你没有这个权利 就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想法 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 所以由于这两点呢 现在人类呢 基本上就是不采取 这样一个大幅度 就是基本上有什么事情 还是要进行协商 你有再好的想法 都要进行协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人 会出于自己乌托邦 但不过呢 那些乌托邦的人 对社会没有危害在于 为他们拿自己的钱 自己筹来的钱 去做自己这样那样的试验 他对于这个 而且你要违背了法律 就别人会追究你的责任 那么在一个 宪政法制的国家中 可是呢 现在的独裁和专制国家 仍然还是有 不断地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家 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 这些你可以看 还有伊拉克的那个 萨达姆侯赛因 我们其实还对他们研究不够 你真看一下 这些世俗的政治理由呢 他们在从他们那个 传统的穆斯林走出来 他们都有一套 关系社会的改革 那他们就都建立了一个国家 就是威权也罢 极权也罢 但最后结果 他们没有实现 那是违背人性的 最后这个走向了蜕变 而且最后蜕变成了腐败 和专制暴政 就是最后 就没有了暴政那个理由 搞不下去 但是暴政呢 就变成了自我维续的 其实习近平现在呢 二十大 我觉得他可能脑子里 有一个关于理想的蓝图 因为我是把他那些什么 治国理政的东西 我都看了一下之后 那么包括他的产业啊 等等 他一些设想的 这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他叫五位一体嘛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然后四个全面 我都看了之后 把他那些文章都看了之后 我是觉得他心中 是有一个蓝图的 这个蓝图啊 在他心里看是很美好 而且也是针对在江泽民 胡锦涛时期 中国存在一些问题而发 问题是这个蓝图 是他心中的一个理想 而现实中的人们呢 可能不接受 不接受呢 他就开始呢 一方面进行政治斗争 就像搞政治革命 建立起他独裁 和专制独裁的体制 另一方面 再用这个专制独裁 就是强迫的 去修改现实修理人性 但是我像 我刚才讲了 从智义到我们今天 讲到关于这个产业的整顿 就对私营 对于这个民营经济的整顿 你都可以看到习近平呢 从专业的角度上是胡来 我刚才呢 圣平说政治上 你不要去低估对头 我今天谈的不是跟习近平 做政治博弈 我是从这个人类已有的 这个产业革命的经验 和制裔的这些经验 和智慧来看 他是一个外行 同时呢 但是他为了他的政治报复呢 又非要去强迫 用国家的暴力 作为他的后盾 去强迫实行 所以我觉得 他最后还是要 重蹈覆辙 当然做了刚才呢 我已经粗略的勾画了一下 他可能栽根头的几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可以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因为这个好在就是中国研究院 只要习近平还在 中国研究院就会在 中国研究院要在呢 只要我王纪超还是嘉宾 我就会不断的去碰 不断的分析他 不断的揭露他 不断的去指出他的问题所在 不是 这个不是我跟他的一个反对量 跟他一个政治博弈 我会在另外一些情况进行政治博弈 这个地方 我是从一些专业的角度来说 那么粗略的看一下呢 就是包括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业分析 包括人类的经济 政治科技史的专业经验来看 他有什么问题 而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可以讨论 可以解决的 如果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我也相信习近平的智力 也可以接受这些 但是他现在太狂了 太就是有点 我觉得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毛泽东之上 你看他出来那个头大呀 那个那个大的样子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听不进去 而且只要有这种不同意见呢 他就像圣平一样 首先讲你什么政治上有什么不良动机了 好 君涛讲完了 你这样提到圣平 我请圣平兄来指点一下 君涛你还不知道 习近平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已经在这发誓 你要抨击他 你要反对他 这政治立场也太强了一些 不是 专业立场 但是专业立场 专业立场 专业立场就是因为你 和平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 他就知道他一定要监督政府的 对吧 监督社会强势集团 这是他的使命 至于说怎么监督 监督什么呢 那是具体的建招财招吧 对吧 但是一个定位应该有 你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 你要看他做什么 你在评什么 他还什么都没做 你就下决心 你就是一定要揭露他 批判他 抨击他 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会去评他的问题 同时也肯定他的思路 我就像我刚才谈他的科技政策一样 对这个只要立场领先 文字对吧 随后这证据总是找得到的 这东西就已经不是 不是一些正常的讨论了 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述 那我认为习要要做自我革命的话呢 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认识到 他做对的是什么 做错的是什么 上来 他上来的时候 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在 就是已经腐败到边上了 你看一个国家总理 可以向一个商人借 六千五百万的美金 去买一个股票 然后赚上一百七十个亿 这是已经接出来的 没接出来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 就那个时候 中国可以说是已经一个没有信仰 也没有主义 没有信念 就在崩溃的边缘 大家捞足了 哪天上火去走人 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左派呢 还在那关心一些公平正义 右派呢 民主自由 人家真正的 既得利益集团关心的 就怎么把共产党吃干喝净 最后的晚餐 然后呢 挖壳埋了 没人找我们就麻烦了 他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政权 在那个情况下 你不要说民主了 能专制就不错 他根本没有力量 根本没有班底 他是依靠跟王岐山的结盟 利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软肋和弱点 一步步呢 把中国整理成今天这个样子 应该说他是 做了很多事 至少替这个国家 或者说顺带的替这个党吧 至于说他做错的事呢 我认为一件 就是国际民退 在这个问题上 过高的估计了反对派的 或者资本的力量 觉得呢 手中有良心中才不慌 不能让这些发展成俄罗斯那种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 普京上位实际上是 几个俄罗斯的富豪 坐下来商量 下一个接班人选谁 尤其是那古兴世纪 而叶利钦的连任 实际上没有那几个巨富的 批准的话他也是连任不了 就这些历史的习 我相信是仔细是 是看过读过 他怕那种情况发生 所以上了以后呢 他走了一条反过来的路 就是国际民退 这跟大家期待的 尤其是中国的利益集团 最期待的最后的晚餐 国企已经分掉了 剩下的大概不到100家的央企 应该把他们再分掉 当王岐山说 那个音乐游戏 就要结束 最后国企都被放卖掉 所以我想他的思路呢 也是在必须分掉那一点上 最后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的结果 当然中国社会的稳定 我相信比十年以前要强 那个时候真的是名不聊生 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 老百姓很不幸福 我精英集团很幸福 现在倒过来 但是我觉得呢 这条路是有问题的 就像我们一个老朋友在国内的 我最初认识你就在他家里面认识的你 他现在想法呢 跟我基本上就一样了 他就说到说现在对民企的 这种做法 就我刚才说过 所以民进国退呢 是为了活 当时是活不了了 只有丢给 就是民间企业 而国进民退呢 是为了稳 你想一个人享有的财富 就是1%的人是 整个社会的30%到40% 你就想这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站得稳 怎么可能长 长治久安 但是你说要重新再走一个国企 慢慢的再消化掉 被民间消化掉 所谓的稀释掉 用股份的方式 这个非常难 因为国企已经大到了 就你想放手也很难放 而且呢 他肥到了呢 不是像当年是是活不了了 他现在是太太有优水了 最大的市价国企加起来 就中国GDP的20% 就1%还强 都搭在那个份上 所以他一定有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国企他确实占据了很多资源 银行的资源 对吧 政策向他倾斜 就没有话说 市场要靠向他 大树下面不长草 国企过大了 私企就很难发展 而现在的那些互联网 这些中国也有一些巨无霸的私企 就被打掉的情况下 这恐怕是 就习近平自我革命 所谓自我革命 就是自我否定自己 不能像某些朋友一样的 最喜欢讲的话 就是我早就说过 其实我最怕说那种话 当你不停的说你找我早就说过的时候 你反过来想一想 你已经不长进了 其实我倒宁愿喜欢听到一句朋友呢 说我以前以为怎么样 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就说明你的思想还在进步 你还在不停的修正 这就是所谓的自我革命吧 就我就希望习近平的有一些 就所谓自我革命就是 他也在那做了九年了吗 就 看到有些事呢 似乎做的并不对 或者说至少在肚上面的掌握是有问题 好 我就说就这样 谢谢 盛平 益文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的自我革命 刚刚的两位这个谈这个习近平的自我革命 天主的军陶把它上升到一个很这个 一个高大上的地步 就是以为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是要建立一种什么 这个他理想中的那种 这个这个难度中的理想的那种社会 我认为习近平的自我革命呢 党的他对公共的自我革命呢 并没有这样的含义啊 也就算为什么讲没有这样的含义呢 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套 这个所谓的这个推行的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改革了 他包括经济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等等了 他现在一定做的一套东西 他并不是说他也不是他革命的一个对象的问题 那么他所谓的自我革命呢 我们讲这是习近平上代以后一直在讲的 不是不单单是在这个19届陆军权会在讲 他上代以后的一直在讲 所以这一必须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不忘诸心 不忘属命 那么初心 这是把这个八个字是两句话连续起来 也就是说他的所谓自我革命呢 是讲的这么 要发展所谓的这么这个 中共内部的那种健康的党类 政治文化那种 从道德角度来讲的 也全民进化党类的政治先派 究竟各种不准疾风什么这个人种人的态度 什么来整治腐败什么 不准增强党自我进化 自我玩意 自我改善自我提高的这样一个能力 说的更通俗一点的 讲的也就是说要 那个一方面 要共产党员都要成为一个所谓的革命圣人 那道德非常高 另外一方面呢 要办事人类要非常突出 两方面 也就是说既要马上想跑 又要马上吃草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在办事你这个市场高层 你不能参与你这些图里把事情办好 他就是挤着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把习近平的所谓的自我革命 把他这个 这个认为他是要建立一个 完美的一个理想 理想形态的这个社会制度 他没有这段含义 他现在建立了这段东西 他就认为他是非常好别的东西 不存在这个 他要再进一步革命的问题 那么他说革命就是你的思想 他的道德 就是道德问题 党员的思想和道德问题 他认为就是要让他们党员的思想 纯洁化 或者说先进性 纯洁性 要做到把这两方面做好 同时 大家要办事力要强 大概就是这方面 我就简单地看这个 这个何彬 您觉得那个习近平在二十大 他想告诉你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习近平 二十大也好 一般来讲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人事的变化 谁上谁下 但是现在在习近平这种 权力这么集中的情况之下 其实给大家提供的想象空间不大 谁进常委 谁不进常委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格局的 不同派系之间的一种调和 所以在某方面还是会 有一些领域性的 系统性的人事的布局的调整 但是整体来讲 不曾得都对他进行挑战 然后他又不得不接受 对方进入自己权力体系的那种状况 这种状况比较少 二是他真正关注的是 他的政策的变化 我认为他的政策还是具有很大的零和性 所以你看习近平本人比较粗暴 他的政治行为比较粗暴 但实际上你真正遇到铁板的时候 他还是会调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 从他建党和他的过程中间 有这么多的罪悟 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他今天 居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好的一个国家之一 就是共产党他在不断的适应这个世界的发展 我认为这种心态这种状况 如果是习近平表面上讲的这套意识形态 他不是真实的存在 更多的是为了他的生存 为了国家的发展的话 我认为他的政策会在2022年 就是今年会有很多的调整 不但会有很多的调整 他在体制建设方面也有很多的变化 因为我注意到他在军队的这个调整 是完全超过我的想象 因为我们原来传统上 认为控制军权 怎么样有很多的忌讳 有很多的难度 实际上他通通的把他干掉了 他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毛泽东 郑小平时候的军队体系 也不同于完全西方的这个体系 而且他做的相当的精细 一点都不满 并不像他实行那个政策的时候 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完全改变了 但实际上很粗暴 很粗糙的 实际上在真正运行中间是很精细的 你仔细去分析他的这个过程 你发现按照中国的体制来讲 有他的合理性 我对他的这个想象 就是在于他下一步 除了这个外交政策 对外的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还会不断地根据形式 进行调整以外 我认为他的体制会进行很大的改变 这种体制当然不是简单的政治体制 更多的是行政体制 或者是这个地方体制 从国务院到地方都会进行某一些调整 来使用于现在已经形式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这个台上 之所以值得预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根本不会在这个可预见的将来完全撤毁掉 中国还会保持一定的增长 虽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掉入到这个南美的这个陷阱中间 然后西方民主 很多的民主国家 一些小的民主国家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像北欧啊像加拿大啊这些国家都不错 但是作为美国一个灯塔国 它的民主确实出了巨大的问题 不但出了巨大的问题 涉及它的内政和外交 都出现了一个未必对美国现有的地位 美国未有的国际形象 国际的影响 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实际上在国际的范畴来讲 美国能够影响到的 对中国围堵的集团的力量是很弱的 并不是很强 而且集团是很弱的 这个同盟体系里面 都是交错的 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难度 像德国 日本 印度 当然像立陶宛和澳大利亚 这是比较小的国家 他如果美国给予强烈的支持的话 他们还可以支撑跟中国博弈一下 但是在全世界幻潮 中国的情况不像 中国的形象在美国那么糟糕的糟糕 整体的国际的形势 还是对他很有利 如果西方的民主 尤其是美国的民主 还不能完全走出现在的困境 那就给了习近平直接民主 或者是不进行民主一些 他认为很好的借口 那么就对他来诉讼他的体制 有一些帮助 我认为习近平既不是毛泽东 也不是传统上的专制独裁者 如果你说他是一个极权者 或者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一个性情的极权者 这个性情的极权者 对于王正涛这样的政治转型的研究学者来讲 我觉得是很值得观察的 他要把中国到底带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他对世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也不一定要高估它 但是不要低估它 更不要用过去简单的概念把它掏上去 所以中国会有很多新气的变化 会很多 而不是很少 而这些变化是不是 就是意味着未来的民主国家 或者未来的转型国家 也有吸取这个的地方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 苏联崩溃 莫里华革命 颜色革命 天欧营运动的这些转型国家 没有几个变得品质更好 这就是给了这样一个中共的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从道德上来讲 虽然我们站在西方 民主国家是不能迎人 对民主自由的打压 对维军历史的打压 这个司法的不独立等等等等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它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速度下去 它的这个国民对它的支持都不会很低 所谓的经济要达到一定的增长 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这个就业的危机 但是中国的生存的能量 只要你不是生活在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这样的一个高消费的城市 二线三线城市 大家活下来比过去还是容易很多 中国的生存能力 它不仅是在一个贫困中间 有这个生存能力 实际上中国还是在网上走 所以不要被国际的这种声音 简单的被击倒 因为中国的新闻封锁 已经让西方的媒体和希望的水者 越来越看不清楚中国 越来越对中国抱有一种敌意 但是根据我对这个 在中国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的人的了解来讲 中国的行政体制很多方面的变化 已经相当的智能化 甚至服务探头服务的流血的程度 改变得很大 所以也许中国在短期之内 看不到一个民主的可能性 但是它的行政体制的变革 可能是会很强的 对民众的服务的 这种呼应的声音还是比较强烈 你看这一次西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中国政府还是很快地做出了反应 所以这个反应民众还不是那么满意 他毕竟做出了反应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还是可以预期的 不要简单说改革就是政治了 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大的变革 在习近平时候可能会完成一部分 就从我那个朋友来说 两年以前他去世 我就没看到北京的包括北大人 就没有人去闹 他还是个副院长 要闹的话跟西安的情况一样 你就是为什么不收支他住院 然后他在走廊里面之后就死了 但现在西安的事情 他马上就去解决了 其实有关的人员先丢掉乌纱帽的也好几个了 所以他其实也在一种治理上面也在慢慢在学 再一个就是就是我刚讲了很多对中国经济的就是悲观的一点 但我基本我有一个相信 就只要中国人人民向往幸福生活这个愿望不变 这个政府的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 他跌跌撞撞他还能继续走出来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会恢复 他会看到一些以前做的过分的地方 就如果说国际民退在九年是经济继续保持高处的增长 至少还是八吧 以前讲的是保八 那我想他不会去改相一则 他觉得这条路挺好 但现在明显是有了问题 是发动机有点停摆的这个味道 他不会不去看 而经济工作会议呢 也看得出一些真相了 基本上不提供负了 就提了一次25次提稳定提发展 就似乎又回到了呢 要以GDP要以经济发展 就丙做大了怎么分总是能找到办法的 有了粮食也一样 至少饿不死怎么去分总可以 资本做大 再怎么大大不到像美国那种失控的阶段 美国马斯克一个人的资本 超过全世界一半以上的GDP 美国苹果一家的这个四肢 全世界各个国家除掉 中美日本和德国 他就第五个 已经大到那个地步 但是即使在美国线 他们也接受教训 他基本也不搞反垄断法 像以前美国资本一大就拆分 反垄断 拆分的结果实际上呢 是有很多问题的 整个企业的效率 就很多科技发展都成问题 他当时是为了平均牺牲了很多效率 现在基本上不走那条路 你可以说他是碰尽失痛 自我改革 也可以说呢 是资本太大了 失控了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 就很多事 都是一个 一个度的问题 或者你说什么角度看 就像包括共产吧 30年代 就是个共产的年头 那个时候呢 资本主义出了问题 对吧 苏联经济一枝独秀 大家都想苏联的方面靠 其实美国当时也在搞共产 中国也在搞共产 不同的什么呢 就美国他不杀人 他的税收提到90%多94 那跟共产也没什么区别 那中国的就打土豪把人杀了 你回不了头 就将来没有见面的余地 习现在至少也做到了几点 就上层他基本没杀人 没杀人的结果 就是下层呢 也不会有暴力性的革命 这两点实际上是互相有关系的 就上层不杀人 下层不革命 中美不对抗 或者中美不开战 现在五大国签了那个协议 为什么要签那个协议 一定是看到了那方面的风险 否则何必去多此一举 有人动心是吗 你知道你觉得 你说你问吧 就是习近平九年下来 治理下来 你觉得他二十大的时候 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在哪个地方 或者说他最大挑战会在哪 如果按照你这样长期的观察 对对对 实际上我就想呢 正好我也借着回应他们二位吧 我觉得他们都现在犯了海外华人通病 就是跑到海外之后啊 就容易喜欢把大陆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合理化 好像自己更公正更超多 但其实呢 如果你真在大陆里面 我相信和平这样是很难以容认一些事情的 彭盛民也是 你大家记得吗 那天我们谈到一个事呢 盛平呢 就是说 讲到说他那个老师啊 就是希望就是不愿意让他出去 怕他出去就变了 他变了 接着突然停下来了 又变回去了 这个这个原来前景写过篇文章 所以我呢 想这当这是我一个简单描述了 这个不是一个很专业 我只是说 这是个观察 很多人对海外的这些人就 就这个和平的说法 有思想张力的人都有这个 那我现在简单就回答一下呢 首先我觉得育儿这个问题比较回答 我认为二十大的革命不是一个制党的 不是个制党的 是要这个全面的 要什么 第三个是全面法治 这个然后呢 第四个才这个全面从严制党 就是说制党只是服务一个 更大的一个发展战略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 恢弘的中国梦的发展战略 这个中国梦的战略 实际上是有一系列的东西 一些包括产业政策呀 区域布局 这个区域布局 到了海外变成一带一路铁 他是有这个东西 我也是说这个东西 以前还有人们在中国 在这个经线很正硬 还有人骂我 说怎么跑去给习近平 习近平哪那么聪明 不是习近平有没有聪明 他要搞独裁 他一定有的道理 当然我就罗宇先生活着的时候 跟我讲 我说你觉得习近平要干什么 他说话跟和平人说 他只想干大事 要不然他这样人混日子就完了 他不是混不了日子 但是呢 他现在就是他把权力集中在自己 只想干大事 罗宇他后来是跟共产党决裂了 也对习近平还不断的写信 公开信的要求 他能够去搞民主改革 那说明他并不战争一面 但是他对习近平这个观察 我想是从于他的特定角度上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信息 在做这个观察 那我所以我才说了一个呢 习近平我们站在最好的角度说 他对中国有一个 这个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造工程 他要做 那这个工程呢 实际上从产业到政治到各方面 按照的四个全面 全面的小康社会 你把他东西拿出来 读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这是一个 好了那么第二呢 我觉得呢这个 关于那个盛平讲 就因为我也结合你的说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往下走 二十大呢 他想做的事 就是要让他的这套东西 在人事上的能落地 那当然刚才 和平先生讲人事上的 人事上的 我从来不跟和平先生争 因为我知道 他比现在的组 共产党组织部长 都能说得清楚 这些人的来龙去脉 我不跟他争 但是呢 关于政策的弹性问题呢 习近平现在有一点 他知道他要进行 这个大的一个改革 所以他反复强调 一个战略定力问题 他不会轻易做调整 具体的一些事情 处理比如西安这些 可以做一些调整 但是呢 在大的方略上 他不会做调整 包括产业政策务联 他遇到阻力会退一退 会把故事放慢一点 这接着会进行报复 就是把那些当时阻力 他的人 阻碍的人 他会进行报复 那我这些年 我观察下来 我的印象就这样 那这个东西 你说好和不好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每一场大的这种 就是包括大跃进式 这样的一种变革 他会对中国的经济 和社会带来 很多副作用的 这个一些东西 到底是好是坏 要持续一个历史 接下来能看到 包括法国大革命 对吧 今天其实评价的 搞历史的评价人 还是两种评价 只有我们算是 中国人现在 这个评价负面多一点 但是在这个 站在西方的很多 做文明史评价 还是对他 在整个欧洲传播里 一些像自由啊 平等啊等等 这样一些信念 对他评价还是挺高的 那这个当然了 这个当时的那一代人 付出了很惨重的 这种文明的浩劫 和生命财产的这种浩劫 那回过来讲 中国这些问题呢 我其实对习近平 就是从专业手上来说 我觉得呢 他跟过去的这些领导人 包括在江时候的 胡实习的 最主要他不给别人一个 不给别人一个表达的空间 不给别人一个谈判 讨价还价和博弈空间 当然我同意盛平那个说法 这个呢 无论在政治上和专业上 我都认为 其实邓模式 邓小平的模式 到习近上台已经搞不下去了 但是中国可以向两个方向走 一个方向就是 我觉得盛平讲到的资本和权力 这样一个各归各的位 那这个是个宪政体制呢 就是盛平应该支持我们 我们搞宪政民主们 这个不在于说谁上台谁下台 他这个程序对吧 就是各就各位 那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习近平呢 站在独裁的角度 对这个他说 按他说要建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 这个干净净净的社会 这个干净净净就涉及到 我刚才讲到 消费上大家都紧紧干活 像日本人似的 天天就想干活 超时干活 认真干活 搞制造业 搞精密的 搞这种先进的制造业 但是我觉得 他脑子中的一些理想社会 再不济也是个新加坡式的 有几个支柱产业和支柱企业撑着 但是这个社会呢 没有那些什么 从电视上到人的生活习惯 都很干净 他这脑子是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蓝图 那他实际上要 但是他我比较关心是说呢 在人类政治史上 出现在一个大的国家中 出现这样的政治家 都是会把这个国家 会带到一个最后的 带来浩劫般的灾难境地 而且他一旦下这个决心 就是按他的说法 叫战略定义 他轻易他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好 刚才郁文是不是 有意见想表达 郁文想补充的 行 我接着和平的那个话讲 和平讲这个 这个刚才讲的说 集权 这个施政兵的集权主义 这个集权 这个生死下的集权 我曾经写回一篇文章 我就是把施政兵的集权 定为因为反应是集权主义 什么 反应 就是我们 就是那叫 就那个 就是条件反应是吧 条件 反应是集权 对 刺激反应 不是那个反应 是那个反应 应该的 我知道就是什么 做出一个回应 就是跟回应之的 对 回应是反应 也就是说 也就是 习近平政权 并不是像 我们很多人想的 那么僵化 他确实有僵化的意味 他的底色 包括在这个 有僵化 但是他在具体的 一方面 就是说 特别是对 所谓的重视民意 这方面 他现在就是说 在大数据面前面 在这种科技监控面前 他还是能够 及时的 就能反应 刚才讲到这个 所谈到这个 二十大的这个问题 习近平的这个 对未来的中国世宝 这个 这个看好 看不看不 这个盛平 跟和平两个人 似乎是 这边的和平 是感觉到是 对中国的未来 还是比较的 这个 不是上大 都是那样看 比较悲观 不是说乐观 不上大多人看 这里面确确实实有 有我们讲 从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 刚才这个 军团来讲的时候 这个他们两位 这个不是在海外 不上是在这个 在中国大陆内部 我说 我现在是从大陆内部来讲 两派 一派的这个非常乐观的 我们可以看 不是非常乐观 比较乐观的 这个就可以 就可以 包括一些学者 你可以讲 他这派是左派 发现是 是是是是 是民族 民族主义派 这这派到了民族主义 这上 王晓军 现在也感到感觉到 不是太乐观 有些危险 但是还有一派民族主义的 还有一些不是感觉到 虽然说中国面临的一定的功能 但是全都还是很光明的 但是另外一派 到了可以统就广一项的自由派 包括党内的 党内的一些官员 也经常有一些党内的官员 包括外界市民的官员 跟我一起交流 那么就他们跟他们的交流中 确确实实对于习近平 目前的这一套做法是感觉到很担忧 对中国的未来也感觉到很担忧 很担忧 也就是说可能这种担忧 确实是跟我们的海外所接收的一些信息 是这个就是双对来说 不是很悲观的 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有一些差异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说 党内的双对开明的接受人 那么他们接受人这个既然从我接受的 这个类似官员来看的话了 他们还现在有些退出了的 有些还在台上的 那么就可以包括一些学者 我觉得就是说我所接受的 这个不是那种特别右的 特别这个自由这个舒适 非常自由的 要非要实证西方式的那种民族体制 他们可以认为广义上的自由派 但是他们不是那种特别右的人 他们对目前的世界别的接受的 做法感到非常大 对中国的这个未来前途可以讲 不是太看好 所以我想说的什么都是 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判断 增加了我们一个很复杂性 确实是对落观也好 而且是对悲观也好 要下一个这么一个结论 确实是要比较信重 要比较信重 我就讲就不成这么多 如果各位 我补充郁文的吧 我补充郁文讲的 其实就是有阅历人和没阅历人区别 照理说呢 我觉得盛平是没有阅历 因为他当出国太早 不是说盛出国太早 对海外民运他是阅历 有什么很多问题 我觉得他说的很准 尽管说的我不舒服 但我觉得很准 但是呢对国内啊 他出国太早了 但是和平是有阅历的 我觉得和平 就是那些的 这个海外华人 就一出来时间呢 就开始希望比较公正的 看一些问题 有些是出乎他的意料 出乎他的意料 好了回过头来 我再讲什么呢 不不你听我说 美国的民旨 除了这么 你又来谈美国 你听我说呀 我就谁的 你们 不是你听我说 不是不不你听我说 和平呢 咱们谈谈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就说呢 如果不是这个 第三个问题 不要提好不好 第一不要提美国 第二不要提民主 第三呢 不要 这个叫盛 当然你没有提 盛平又把王军涛给加进来 你刚才也说来的 这个东西跟我没关 我们只就这个问题 比如我们在讨论 一名二十大 咱们就谈二十大好不好 怎么谈着谈 就谈到美国还不行呢 对吧 那你要一定要谈 咱们谈谈台湾 谈谈新加坡 就像你说谈谈北欧 对吧 那些都是民主中间的一些 而且美国什么时候 说自己是灯塔了 美国给战后 美国二大战以来 成世界里头 给那么个国家设计宪法 没有一个国家 设计像美国似的 对吧 都是议会制 没有设计总统制 最后呢 还搞 而且美国这个政治 只有美国人玩得了 最后呢 给日本人还搞出一个天皇 二战呢 不但不追究天皇责任 还搞 还让他保留天皇 美国从来没有自己 没把自己当作灯塔 都是呢 这个全世界人民 在仰望灯塔 把美国当成灯塔 美国人民其实活得 非常自我中心 根本不在乎 你怎么看他 对吧 OK 还有没有谁要表述一下 不想反对他了 因为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一期呢 讨论二十大 习近平的自我革命 到底这二十大会 怎么样表现出来 我们谢谢四位嘉宾 也谢谢说民进观众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 中国研究院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各位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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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董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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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明镜news 请不吝点赞